大肥岸天下 葉劉秀義接受訪問的時候 提交施政判告建議 當然了 她代表的新民黨 她說她鼓勵市民 冷藏自己的精子和卵子的服務 希望他們多用這些服務 更加建議政府研究延長精子和卵子儲存的期限 他相信有關的服務可以成為優質的產業 吸引更加多香港人享用服務 更重要的當然就是補貼5萬元 因為他說很多高學歷收入和要求的男女遲結婚 所以希望政府補貼這些人 那我就真是想問 葉劉淑儀 星哥說得很對的 喂 開一下這些人的腦袋 他究竟想什麼呢 高學歷有錢 如果他有這個意願就不關你這5萬元事 當香港人不結婚不生兒子遲婚的時候 甚至移民 你不作出你檢討 然後告訴別人 不如我補貼5萬元 等你雪卵雪晶 等你生兒子 容凱欣你有沒有補貼5萬元給他 結果我不是生了一塊兒子出來 不是生了一個兒子出來 說錯話了 掌嘴掌嘴 你是完全看得到的 就是說你的施政報告不是關顧民生 關顧他為什麼不生兒子 關顧社會的影響和觀感 而是我補貼錢給你 你是不是跟這些研究 或者這些雪晶雪倫的大生意 你有份或者你的成員有份呢 不要小朋友 是很個人的決定 你認為你給5萬元就有人生 你在大陸你給10萬元人民幣都沒有人肯生 不如這樣吧 葉劉淑儀看你的樣子還能過得去 不如打點吹 吹什麼 吹競針 等你有份驚奇樂 就你雪卵卵生了 七十幾歲都有可能的 不霸醜 生到四十九 你可以生到九十九都不停 當社會越進步 高學歷的人越有要求 他們重視自身個人的權利 變成了結婚和生小孩 變成了次要的選擇 你給5萬元 你連正常的都不行 很簡單 高學歷的他們要生 是不需要你給 你看到阿嬌阿薩他們就說了論 四十歲了 還沒生 還沒結婚 那他們就說了論 他有個人的選擇 他們也不因為你補不補貼5萬元 而至於窮人 好像我們這些 你補貼5萬元 我都沒有什麼事 找不找到老婆也成問題 是不是呀 那個女生找不找到老公也成問題 說什麼論 而更重要的就是生了之後的成本 究竟有多高 所以看到這些建制派 他們所有的建議 升哥說得對 喂 我們是不是不是香港人 不是人類 是否要開一下 那個路出來 看看他們想什麼的呢 哇 幸好忍得住 如果不就是想什麼的了 幸好忍得住 只是想什麼的 全部不是基於這些想法 而是最主要就是做到議題 哎呀我有提案的 我有建議給李家超的 為了香港的下一代 為了香港的下一代 我已經努力了 不如你想一下 現在5歲的小孩都要打針 然後紅黃藍馬 不知道搞到什麼時候 更重要的就是國家安全 造成的就是一些家長的壓力 很簡單的嘛 生了一個小孩出來 他每天唱歌歌 每天都敬禮國旗 做一個很乖的小孩 突然間有一天 他問了一句說話 就是 會不會中華人民共和國 被台灣統戰 接著變成了中華民國 這樣就嚴重了 接著他問 一個中國 究竟一個中國是中華民國 台灣還是 中華人民共和國 這樣就嚴重了 如果你做爸爸媽媽 你擔不擔心 如果給我 剛剛有個兒子 年輕人出生 或者五六歲 我就非常擔心 你解決不了這些問題 接著 你就變成了 哎呀 將他 說回是個人問題 你們高學歷的嘛 你們 事業深重 結婚詞 我幫一下你呢 而不是想一下 究竟社會環境氣氛是怎樣 節目做到這裡 希望大家 Like 追蹤 Share 訂閱 科金 看廣告 可以的話 加入會員和Patreon 大菲安娛娜 希望得到大家的支持 拜拜 謝謝 謝謝 您 謝謝